想像一下,當你拿起手機,或者打開電腦,但發現一直無法上網,甚至到後來,手機和電腦都無法開機了,你的心裡會有什麼感受呢? 你或許會覺得,可能就是網絡不通,過一會就會康復,然後你望向窗外,發現天氣似乎變得非常不穩定,原本是高緯度地區才能看到的極光,現在居然抬頭就可以看到了。 覺得有些不對勁的你,打算出門口買些糧食和水回來存放,但發現因為交通的信號都不靈,路上的交通大亂,很難得先去到超市,但又發現信用卡根本都用不到,賣不到東西。 迫不得意地走到提款機那裡想拿錢,但又發現提款機的存款金額居然歸零了。 這些看起來不太可能會發生的事件,如今是用極快的速度向我們襲來。 專家估計,慢的話大概在100年內,快的話可能在20年內就會發生。 而這一切的元空,就是地球的磁場正在反轉。 大家好,歡迎來到金古奇談,人間天上,我是美玲。 自從2000多年前,人類發現地球存在磁場之後,才發現原來地球是一個大磁鐵。 不僅如此,也有專家懷疑地球的磁場是會反轉的。也就是說原本地磁的南北極,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整個反轉過來。 在二戰之後,由於古地磁的研究迅速發展,專家也發現了越來越多地磁場反轉證據。 例如說流動的岩漿,在冷卻了變成岩石之後,會因為受到地球磁場的磁化,出現與磁鐵一樣的磁性。 而且磁場的方向,和冷卻成為岩石時候的地磁場方向一致。 過去科學界認為,地球的磁場想要反轉,時間將會長達3000年。 但最新的研究發現,這種變化實際上發生的速度,比人類想像的要快得多。 現在改變的速度,比專家實際上觀察到的速度快100倍。 很可能在不夠20年的時間內,就會完全逆轉。 當然也有專家樂觀地認為,地磁反轉對人類並不會造成那麼可怕的後果。 因為人居住在地球上,對運動相對性來看,由於是靜止在地球的表面,隨著地球一起去轉動。 所以也不會感受到地球自轉產生的磁場反應。 只是說並不是每個專家都這麼樂觀。 目前所知道的最近幾次地磁反轉,有一次是發生在42000年前。 這次的地磁反轉,被稱為拉上事件。 亦是至今被研究得最多的地磁反轉事件。 拉上事件發生的證據,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。 最新的證據,是來自於澳洲一個天然冰學湖的沉積物岩森。 由於當時還伴隨著太陽活動的變化。 所以科學家猜測,當時可能都出現了一連串末日電影裡才會發生的災難性事件。 例如說颱風的侵襲,太陽風產生的極光,不極冷空氣下吹,冰川蔓延等等。 比較特別的是,拉上事件發生的地磁反轉,只是存在440年。 之後居然有神奇地反轉回去。 至於為什麼共短時間就會反轉回去呢? 至今仍是科學界的一個大謎題,沒有人可以解答。 而距離我們最近的一次,就是發生在距離現在1.4至1.4萬年前的, 葛德堡反擊性事件。今次地磁反轉的過程更快了,只是用了50年。 在目前所知道的地磁反轉事件當中,速度最快。 原因當然是沒有人知道。 而在那段時間,全世界各地很多的大型動物,也走上了滅絕的道路。 根據研究,只是在美洲,大概有79種大型哺乳動物消失。 葛德堡地磁反轉的過程,到底是快到一個怎樣的程度呢? 在全球滅絕的物種中,最有名的,應該就是生活在西伯利亞的馬馬象。 就是這些馬馬象被人類發現的時候,專家才意識到, 很多的馬馬象根本都沒有機會變成化石,就整個被迅速冰凍了起來。 甚至人類將這些馬馬象在冰層下面挖掘出來的時候, 它們的肉不單止新鮮,就連胃裏面的食物都未完全被消化。 要想發生這樣的情況,氣運必須要在很短的時間內,急降到零下六七十度才有可能做到。 五十年感覺都算快啦,馬馬象剛剛吃完東西就被冰封了起來, 但實際上還有更快的,整個過程只有三天半的時間,真是令人匪夷所思。 而這個短短三天半的地磁反轉,竟然直接導致了一個大陸的消失。 這個消失的大陸,就是傳說當中的亞特蘭提斯大陸。 慣要神秘的亞特蘭提斯文明,有機會我們再來詳細地介紹。 那為什麼美玲會知道亞特蘭提斯之所以消失,是與地磁反轉有關呢? 這個就要由一位名叫英格麗特,本愛特的女人講起。 英格麗特是世間罕見,可以回憶起自己前世曾經在亞特蘭提斯生活過的人。 她當時的身份是一位祭司。 當時亞特蘭提斯擁有高度文明,科技水平相當發達。 人類的生活也充滿了靈性,很多人還可以與動物溝通。 可惜的是飽亂私淫慾。 在這麼優越的環境下,很多人的道德也開始急速淪喪。 發達的科技更讓人為所欲為。 不僅性生活非常混亂,甚至有些人的精神還出現異常,開始與動物亂來。 這些想想都知道不正常的現象,在當時竟然是極為平常。 還有當時的亞特蘭提斯,養賴的是地球最基礎、最穩定的四大元素。 風、火、水、土。 但有些科學研究者,為了權利、榮耀,試圖扮演上帝, 控制四大元素,進一步合成或改變。 這個不僅觸犯了亞特蘭提斯的法律, 亦令地球的物質元素失去平衡,最終導致地球崩潰。 就在亞特蘭提斯最長,亦是最後幾一天, 因為地球板法劇烈地衝撞,地震,火災頻發。 四株逃散的人民,不是消失在洪水當中, 就是跌入火坑入面。 陸地亦開始迅速下沉,最終被海水淹沒。 雖然亞特蘭提斯具體如何滅亡,一直都是一個謎, 但由英格麗特保留記憶當中,我們都可以發現不少的線索, 其中有很多現象。 現在都正在發生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裏面。 所以與其說這是地球的反撲, 美玲更加覺得是神的懲罰。 當然啦,關於地磁反轉, 雖然人類的歷史上沒有留下實質的紀錄, 世界亦都運作去到今日, 但地球磁場真的反轉的話, 美玲相信整個地球,包括人類社會, 都將會發生前所未有的混亂, 會是一場可怕的浩劫。 因為當地磁開始反轉的時候, 磁場的強度還有臭氧層都會跟著被弱化, 而磁場和臭氧層就像地球的衣服一樣, 保護著地球上面的生物, 不會遭受到太空裏面的輻射和高能量粒子, 例如被太空當中來的紫外線所傷害。 所以在全球電力、電子系統癱瘓的同時, 地球上面所有的生物, 亦都會置身於非常危險的處境。 好了,今天的影片就介紹到這裡了, 不知道大家看完有什麼想法呢? 亦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, 我們下期再見! 我們下期再見! 我們下期再見!